作者小C妈,分享零到三岁月儿知识和早教心得,都是干货,夏天来了,猛虫也来了,被蚊子叮了吧,皮肤红肿长疙瘩还是小事,关键是容易传播疾病,医囊,乐器,灯阁热,那样摊上都是麻发式,所以给娃防蚊虫是每年夏天的首要任务。 C妈推荐,物理防蚊排第一位,物理防蚊的措施,化蚊帐,装纱窗,穿透气的长衣长裤等等,之所以首先推荐物理防蚊,是因为这些措施,安全又有效,化学防蚊是不是就不安全呢?也不是,但首先你要选对产品,其次,你要清楚正确的用法,否则,安全的产品也有可能不安全,而物理防蚊就没这些问题。 怎么做都不会错,比如说室内防蚊,在娃出生之前,晚上睡觉,我一直都用点蚊箱,但娃出生后就改为化蚊帐了,蚊帐这东西吧,土是土了点,但用着放心啊,不用担心是不是有对挖不好的化学成分,用蚊帐只需要注意一件事,别把蚊子关蚊帐里就行了。 用那种蒙古包蚊帐还有一个好处,防止挖山床下去有没有?看看,就是这样,物理防蚊措施有哪些?室内,厨房,卫生间的积水要清理干净,花草,鱼羹,水培植物,不要放室内,并经常换水。 睡觉用蚊帐,给房间装沙门沙窗,参与的蚊子用电文拍毫不流行的拍死,给宠物除虫。 孩子有汗,要及时擦干或洗澡,汗也是很着蚊子的,天热要开空桥,地面拔出汗过多。 户外,给宝宝穿清博,血色的长衣长裤,少穿鲜艳花样图案的,这种颜色蚊子最喜欢,给银儿车装房蚊帐。 扇子,家长充当人肉躯门器,给挖从头到脚全包围的扇,特别是那种大扑扇,非常好用。 小区里经常可以看到,不停弃挖扇扇子的老人家,挖走到哪儿跟到哪儿,在佩服的同时,也感动于老人对孙辈的爱。 说完物理防门后,就该说化学的方法了,物理防门虽然方便,但也有局限,特别是在户外,终不可能背个蚊帐吧。 天气太热的时候,给挖穿长衣长裤,也实在有点门。 所以选择一般宝宝可以用的趋纹产品是必须的,趋纹液,趋纹手帆手表,趋纹贴,挖露水,那一种才是安全又有效的。 那有了小区以后,关于趋纹产品,我也做了不少功课,今天一并分享给大家,在这些产品中,趋纹液是效果最好的,就是直接涂抹到皮肤上的,又喷雾,乳液等。 所以今天重点分析趋纹液,什么样的趋纹液是安全的。 既然要涂到皮肤上,那趋纹液里面的成分就非常关键了。 通过美国环保总值审核认证,可以用在皮肤上,并且安全的趋纹成分有七种,而疾控中心推荐可以用于成人包括孕妇,哺乳妻妇女则是以下四种。 避门案,派卡瑞丁,趋纹指IR3535,有称衣莫宁,宁蒙安,美国儿科学会推荐前两种避门案,派卡瑞丁6月儿童。 重点来了,如果要给宝宝选去文艳,请认准这两种成分,避门案或派卡瑞丁。 而避门案是自由推荐,比如下图的产品,包装上问标明具体的趋纹成分和浓度。 避门案这个名词听起来就很可怕,并且属于农养,怎么敢直接往华山上磨。 事实上,避门案有几十年的使用历史,其效果和安全性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。 美国儿科学会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推荐可以给宝宝使用。 还有下面这类产品,趋纹成分为派卡瑞丁,也可以给孩子用。 纯天然的趋纹液能用吗? 市面上有很多号称纯天然的趋纹液,比如像柠檬草、香茅等,这些取物体取物有一定的趋纹作用。 但防护效果若,持续时间短,必须要反复涂抹,其实涂到宝宝皮肤上的量更多,刺激也更大,增加货敏风险。 另外,这些纯天然的成分就一定安全吗?不一定,比如夏图这款,成分里含有柠檬草,几大机构都明确提出,三岁以下儿童依竟用柠檬草,商家居然还专门强调不含币文案,这完全是利用家长对农药的恐惧心理。 实际上,比文案比柠檬药安全多了好吗?至于其他第一些植物区文剂,加拿大政府有比较详细的建议, 盘有香茅油的产品不应用于应用耳、柠檬油、安叶油、松针油、天竹葵油和长脑油的混合物,不能用于两岁以下儿童。 可以看到,其实很多植物区文剂并不适合给较小的宝宝用,只是家长不知道而已。 最大的建议是,与其买一些不清楚成分,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安全的纯天然区文剂,不如买,已经明确了,安全性的比文案或派卡瑞丁。 多大的宝宝能用区文液?首先,两个月以下的宝宝,不能用任何区文液。 即使是美国儿科学会推荐的安全区文液也不可以用,两个月以上的,各国稍有差别。 我选取最保守的推荐。 必文案,美国建议两个月以上的应用而可用,日本是建议六个月以上再用。 派卡瑞丁,加拿大不建议六个月以下宝宝使用。 下面两种野生安全的成分,孩子可以用。 在美国儿科学会没有推荐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 区文值,两个月以上可使用。 柠檬啊哟,三岁以下不能使用,适合宝宝的浓度为多少。 说完安全性后,还要看浓度,并不是浓度越高越好。 给小朋友用的浓度是有限制的,不同国家要求不同。 美国,必文案,两个月十二岁的孩子,推荐使用浓度百分之十到三十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。 派卡瑞丁,推荐使用浓度为百分之五到十,剧本。 必文案,两个月以上宝宝推荐使用浓度不超过百分之十二。 实际上,如果孩子只是在小区里玩玩,时间一,两个小时的话,选择百分之五到十的浓度就完全可以了。 除非要去五分重多的地方,比如去植物园探历,或者去小溪里玩水,那需要选择浓度超高的。 以延长室温时效,如何正确使用区本页,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操作。 包括,年龄使用限制,每天最多使用此处的。 去涂裸露的皮肤,衣服遮住的部分没必要涂抹,用量不用太多,大致能薄薄地盖住皮肤就可以了。 皮肤破损,炎症,伤口,皮疹区域不能使用去温记,也不要接触眼后嘴。 宝宝手上不要涂屈纹液,因为孩子很有可能把手放嘴巴里或者揉眼睛,不要让孩子自己涂抹,如果是喷雾的不能直接喷宝宝皮肤上,而应该先喷大人手上再抹宝宝身上。 大毒的防晒霜和蛆虫剂可以同时使用,要先用防晒霜,然后再用蛆纹剂,回家后及时洗掉皮肤和衣服上的蛆纹液。 如果宝宝产生过敏,要立即停用。 有宝宝后,室内可以用点纹箱吗? 无论什么样的点纹箱,里面都会有一种关键成分,某某橘纸。 橘纸其实是一类毒性较低的人工杀虫剂。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对你除虫举止,做过非常严格的评估,结果认为没有证据表明,即会对成人或儿童忍气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 因此,只要是正规厂家的电热纹箱,都是比较安全的,但不要买牌式纹箱,有烟雾。 大人吸入了的不舒服,何况孩子,另外要明火也非常不安全。 当然了,如果你还是担心电热纹箱对饱方有影响,那就直接上物理灭纹法。 在我看来,室内对付蚊子比户外容易多了。 物理方法完全够用的,各种偏方和其他产品管用吗? 洋葱水、大蒜水、灭纹植物、维生素B一等各种偏方有用吗? C妈也不知道,你觉得有用可以试试,各种屈纹手环、屈纹贴、屈纹扣有用吗? 可能有了一点用吧,到底有多少用? 没有权威机构做过评说,各种产品里的成分也不同,效果全靠商家一张嘴。 所以C妈仍然是不知道,说实话,我也给我买个防纹贴防纹扣什么的,包括海淘很热的VAP未来防纹手表,该咬还是咬,心理上觉得可能稍咬了几个包包,但真心说不清楚,另外VAP未来防纹手表,其实就是个移动的电门箱,小身小善戴的那个,并且也不是什么纯天然。 里面也含有举止泪沙虫剂,根本就没有纯天然的电门箱。 一开始我不知道,知道后就不给我用了,关键是没啥明显的效果,其实还是去人业安全又有效。 宝宝的蚊子咬了怎么处理,被人虫咬了,先用肥皂水碱性造液清洗,避免起包,如果已经起包,可以冷敷,用毛巾包着冰块,复到十分钟。 如果冷敷后仍然很痒,可以涂抹不干时洗剂,避免宝宝抓错,两岁以下的宝宝不建议使用含有张脑,抹盒子清凉油,小费妈妈劳劳时间,这种很长的科普文章,看得是不是很烧闹,我写的都同约了怕。 评文总结起来一句话,孩子的防文措施,能物理就尽量物理,不能的情况下首选区文页,严格按照说明来使用就行。 就是这样,阿兴,牛奶,餐具,汇粉,美国儿科协会恩尔百科,加拿大政府信息网站,疾病日方控制中心网站, www.cdc.gov.2017,美国环保署,https.www.epa.gov.in-app.l-i-e-d-r-e-p-e-l-e-n-t-i-n-t-i-n-t-r-e-d-i-n-t-s 美国国家杀虫兼信息网站HTCP-a-r-e-d-e-r-n-t-e-n-p-e-l-e-l-e-n-s 本是学经纪的文科鱼,却在当妈后热爱上了与育儿相关的一切,从此找到了人生的正确方向,一边全职代玩,一边专利各类育儿知识, etime儿章发展于教育心理学,研究生在读,力争在育儿的路上边走边学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